酒吧开在深圳的哪个位置啊 我酒吧开在罗湖去 嗯 开在罗湖 不要贴 不要贴 不要贴贴 我去过罗湖口岸 很牛吗 就你们聊天啊 我有的时候我截不住这个梗啊 就突然有个人跟我说 说我去过罗湖口岸 很牛吗 为什么突然跟我说这句话 对啊 你觉得炫耀吗 不要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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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还卡吗 是不是不卡了 刚才接了个电话 不卡了啊 等你把身材练好去 我就把干嘛呀应聘应聘什么职位你想 没解封 你能干服务员吗 你能干服务员吗 我不招服务员 我现在我的店里不招服务员 因为就是服务员没什么难度 所以就是最容易招的其实是服务员 想做营销可以 营销其实可以的 营销就是可以 但是我觉得营销也需要情商高 长得好看 嗯 就是咱们就是先 就是 就是 都不用说什么营销会喝酒 就是你在长得好看 对 不用喝酒 其实你不用喝酒 你就是 你就是营销啊 其实就是高级的那种服务员 就不是说让你提供什么服务啊 然后让你去销酒 其实营销就是 我关心你啊 就是说 哥 哥 那个 晚上干什么呀 要不然我请你吃个饭啊 我请你吃饭 然后你请我喝酒呗 咱们在店里聊一聊 然后给你介绍几个新朋友 就这样啊 这就是营销啊 或者说营销 营销看到你的客人喝多了 那你就给他拿一个毯子啊 给他披一下啊 或者说 哎他下雨 没带伞 然后就从吧台借一把伞 其实这就是高级的服务员 其实营销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不是营销不是二傻子 不是在那块 狂狂的往里喝酒 那你 那你这么干营销的话 谁会喜欢你啊 而且就是 一个酒吧里边 你 你一直在那块销酒 都招着烦呢 对不对 长得一般做不了 做不了是不是 这位胖子请留步 你把嘴闭上 好吗 这位胖子请留步 你把嘴闭上 刚才是你说的 我想做营销 然后你这 长得一般做不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少跟我没屁割了嗓子 你这个人很奇怪 你 老板便宜点 这个裤子便宜点便宜点 我就拿着了 这个 给你35 不行 我这身材不行 我穿着应该不好看 走了 脑子有病吧你 你病吧 你生病了吧 给你来的无疾白凤丸 好吗 今天还会有新剧吗 不一定会有 不一定会有 咱们看情况吧 今天想做点什么 就做点什么 我看看今天疫情的情况吧 我觉得也得看 营销也得 就是 其实营销主要是照顾客人 接待客人 跟喝酒没太大关系 我觉得最低级的营销 就是在那喝酒 那你就不会做人 你也不会工作 我觉得高级的营销 就是你什么 你就是照顾他就好了 比如说 你在那桌 然后买单的那个人 是你的顾客 那如果说有人逼他喝酒的话 你看看 如果你有能力 或者说 对方不是在跟他较真儿的情况下 你就可以把酒杯拿过来说 我替他喝三杯 对 这个是营销在做的事情 但是你也得 就是 察言观色 就是你看看 这个酒应不应该你喝 喝了会不会有惹麻烦 其实这个就是 营销该做的事 能明白吗 嗯 想去酒吧当狗狗boy 我的酒吧没有狗狗boy 我的酒吧是青吧 嗯 我的酒吧是青吧 孩子们 嗯 不要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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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贴贴 come on here come here come here monkey come here come on come on here 现在还在营业 没有 深圳 神圳疫情现在比较严重 赢不了夜 主要是拿提成 实际上拿提成 也不是拿提成 我们营销也是有底薪的 因为我怕有些营销就是 不会做会饿死 对 因为我 我一般都不是纯提成的那种 公司组成 我都会给大家底薪 因为我觉得 就是 我 我不把 我不把员工看的特别 牛逼 就是 这个牛逼不是 就是 我觉得是能力上的牛逼 就是 我觉得员工啊 其实他的能力都很弱 如果是他很强的话 他为什么不做老板呢 或者说他很强的话 他为什么还在 我这种小庙里去 去工作呢 他肯定是不行 才才来的嘛 那不行 那我就对他要求 没有那么高 我就会给他一个 基本的工资 别让他就是 这个月光靠提成 他没有提成 他就饿死了 所以就是 而且现在出来打工的人 都比较 都比较没有接触过社会 对 所以我都不会 特别 我不会特别高看和信任 对 就是很多事情还是得自己来 啊 不是一个招聘现场 啊 回家等通知吧 好吗 咱们就是说 咱们就是说 在这块不要给我搞工作 这一套事 我不招聘 哎 我不招聘 我保证不了你们的未来的发展 可以吗 咱们就是找对地方 可以吗 哎 可以吗 真的很奇怪 你们这些 很奇怪啊 你们很奇怪 很奇怪 我的青春 也不是没伤痕 我可以把你酒吧买了吧 吹牛逼 我的酒吧太贵了 你买不起 孩子 我不知道你今天多大年纪 你要岁是大的话 咱们就是别喝假酒了 你要是岁数小的话 你赶紧就是 让你家里的家长把手机没收了 不要在这块就是吹牛逼了 好吗 那你别吹牛逼 好吗 你别吹牛逼 这个事是一个不好的事 啊 我的酒吧太贵了 你买不起 你挑一个 你挑一个就是那个街边的麻辣烫的一个小推车 你去买一买 啊 好吧 我的青春也不是没伤痕 很开心 Mmm lump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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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什么的人都有 什么呀 什么呀 你是什么呀 陈正你说什么呢 怎么什么的人 什么人都有啊 现在这个行情 干酒吧真的难搞 肯定难搞 同性恋男生和妈妈比不更亲吗 你去那个社会调查 你去那个给哪个栏目组打电话 你去做一个调研 好吗 我这直播间我真不想聊这些问题 好吗 好吗 土土游那个搞笑男 我不是搞笑男 我是说话直接 就有 就是就家人们 我真的受不了 就是有那种狂的 说想买我酒吧的 你知道我酒吧多少钱吗 你想买我酒吧 你真的太狂了 我觉得你太狂了 啊 你别去盼生教老师那块买那个假酒了 好吗 你就喝点那个小糊涂神 对不对 你别在那块吹牛逼了 好吗 这样什么 行吗 啊 买我酒吧 你这他 好气 你这样 那个土土铁粉 你稍微安静一下 好吗 土土铁粉 你稍微安静一下 我这个人吧 我跟大家说句实话 虽然说我在这个 就是网络世界 跟大家认识很长时间了 但是熟悉我的人都知道 我特别不喜欢那种 就是甜粉狗 甜狗粉 甜粉狗是 甜甜狗粉 我就特别讨厌这种 就是我希望大家粉我吧 都是出于理性 然后出于一个就是 一个一个礼貌的一个状态 别刷屏 然后别在那会胡言乱语 要有自己的生活 名字呢 也尽量别起跟土土有什么关系的 你要是 你要是真的就是喜欢一个人 我希望你们是理性的去喜欢 去支持 别给我来这一趟 我最讨厌就是那种啊 土土我太爱你了 我看了你的剧 非常感谢你 别给我来这一套 你怎么感谢我呀 你偷你家里钱 你给我 你给我那个 给我那个刷礼物了吗 少给我来这一套 不要装了美眉 我不吃你这一套 好吗 我不吃你那一套 就疯了一样 就是咱们就是说 我不相信这些东西 你知道吗 就网络世界 就是谁对谁好 咱们就是 咱们就是 比如说你真的喜欢哪个主播 你没事过来看一看 点点赞 偶尔都刷个小礼物 比如说这个小墨镜 这已经就是挺好的了 你别晚话说 土土我爱你 你昨天没来直播 我都 我一晚上都没睡着觉 我就是 我就是喜欢你 我就是喜欢你 我怎么办 我不行啊 我不行啊 我 我 我 好像 你这样谁信呢 谁信呢 对吧 我不能配合你们的演出 看你们尽力的表演 我真的就是做不到 就是我这 我这人间清醒 对吧 咱就有什么说什么 你喜欢谁 你再喜欢谁 你怎么了 你嘎腰子了 是不是 咱们就是理性一点 你知道就是白里屠夫的粉丝 我觉得都是那种白嫖鬼 所以我都不 我说现在的 我对粉丝也没有任何要求 有人说 你粉丝那么多 你众筹一下呗 我告诉你 我要众筹 我一个粉丝都没有了 你看这帮人 好像是我的粉丝 我一说众筹 龙二什么时候直播 谁是白里屠夫 游戏 不叫那个百里 百里选策吗 对吧 少来这一套 我不吃那一套 家人们 还给我来这一套 我告诉你 我从来不说 我是为粉丝活的 因为粉丝也没真心的 直粉我一个人 这个叫 这个这个这个 有的人就是 叫我说什么 那个什么土兔的什么 什么土兔的什么 什么 过两天 我去别人的直播间 看见他是 什么的什么什么 哎 然后加了好几个粉丝团 前缀都不一样 每个直播间的前缀都不一样 哎 这个叫白里屠夫 白里屠夫的粉丝团 那个叫什么什么粉丝团 哎 每都不同的面孔 我要不去别的直播间 我去逮你 我都不知道你有这几副面孔 少给我来这一套 我不追那一套 知道 嗨 给我来这一套 我不相信这些东西 我说大家的 啥 啥 来这一套 啊 等级最高的就是我 我不在乎这些东西 啊 我真的不在乎 就是你们说 有多喜欢白里屠夫 怎么样 其实我个人会觉得你们能来看我一眼 嗯 就是我我就会觉得已经挺开心了 因为其实你看我直播我没什么才艺 我就是靠嘴在这块就是逼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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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人也挺多的 其实我就很感谢 就说明大家真的很闲 啊 没就是 也没有谈什么恋爱 对 然后也是 对 嗯 也没有什么工作 也没有人约 你们不来看我说不见你们去哪了 对不对 所以也就是 我觉得 这是我我希望我这是你们的一个放松的一个地方就可以了 啊 可以了 可以了 我跟对象都在看你直播那就行 一般人都这样是不是啊 咱们就是话别说的那么明白啊 我有我真的不不不涂代啊什么啊 就是有很多的主播其实刚开始接触那个直播嘛 他们可能就是一心想去那个赚点钱啊 因为确实现在疫情就是比较严峻 但是我我现实当中有一个人对我特别好 所以我不愁吃不愁喝 对啊 我觉得 我说实在我带着那个三十万的三十多万的这个手表 然后然后我就是就是租了一个一百六七十平的房子 我不比你们强度啊 是不是啊 那我也不能去炫耀啊 你看我今天我就没有带着三十二万三千六百的手表 老铁门 哈哈哈 所以就是哎就是我我不喜欢钱 我不是就是钱上真的是没什么感觉 嗯 看到了是不是啊 赚钱是这个世界最简单的事儿 你装什么啊 那个狼啊 你装什么啊 你你再给我装一下 你再给我装一下 我都信了 你就我我都信了赚钱是这个世界最最最简单的事儿 你我都信了 你装什么啊 就是啊 经常听到你的咳嗽 因为我这是奄言 咳嗽性哮喘 就比较复杂的一个 呃 就是呼吸道的一个问题 嗯 常年一年四季你们都会听到我的咳嗽 嗯 我都会咳嗽 所以就是不用不用觉得稀奇 有的疑吗 呃 有的疑 但是就是是一个不容易治的一个问题 就相当于鼻炎一样 就你鼻炎 其实有的人说能治好 有的人说治不好 嗯 这你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跟鼻炎是一 就是几乎是一样的问题 就是 时好时坏 嗯 他就是集结性哮喘 他是这样 我这个也是 就是你跟着不了 你怎么跟着啊 我就我跟着不了 就是不让吃这个 不让喝那个 不让养狗 不让那个就是 什么 反正就是 就各种问题 嗯 说话幽默风趣啊 我其实说话就比较直接爱怼人 因为我真的不 我不愿意跟傻子玩 真的 我不愿意跟傻子玩 有的傻子就是喜欢就是别人哄的 我不愿意哄别人 啊 就大家都是一个 这个这种什么众生平等 就是咱们都是一个水平线的人啊 可能我比你们就是稍微帅气 然后稍微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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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质稍微好一点 但是这不代表什么 对吧 这不代表什么 嗯 所以就是我也不嫌弃你们 对 咱们就是说 嗯 哈哈 对 就是咱们就是好好玩 啊 咱们就是交朋友 嗯 就是 说 不嫌弃就行 咱们就是说 咱们就是好好玩 这是可以说的吗 皮都展开了 哈哈 嗯 嗯 嗯 老北京的味儿 我在北京待过嘛 就是我 我 我没有刻意去学老北京的 劲儿 就是但是 有的时候会收花赖鸡的 我就最讨厌一个歌手叫金志文 他 他就是唱歌就赖鸡的 就是哭筋酿嚎的 你知道 这金志文就是哭筋酿嚎的唱法 我 杨坤都比他就是稍微好一点 杨坤是那种 就是 难受那个劲 但是那个就是 呃 金志文是那种赖鸡的牙疼的那种感觉 反正就是 杨坤稍微好一点 可能杨坤就是听比较久了 嗯 杨坤好看呢 那我倒不至于吧 我不至于 嗯 就是我喜欢杨坤啊 不是因为杨坤好看 啊 那倒不是因为这个 今天的余伟文和眼袋好明显 是帽子我一直都有 嗯 嗯 有人说是因为帽子的原因吗 那不是那倒不是因为这个 一直都有 对 对 十年前在南京看过你 十年前 一二年 你为什么会在南京看过我 十年前你在南京看到过我 十年前我都 我没去过南京啊 你少给我攀亲戚啊 我告诉你 你们这帮就是 你们这帮 你们这帮就是一直在给我攀亲戚的 十年前 十年前我在干嘛呢 我在上班呢 我在 我在上班呢 小谷来这一趟 我看你 拍什么亲戚 你在酒吧唱歌 十年前我怎么能在酒吧唱歌 你再给我编 你再给我编 十年前我在对抗金轮法王呢 我 这是 再给我编 十年前 十年前 咱就说 就是 真的是 哎呀 对啊 二十一 二十一岁 二十一岁 我怎么会在酒吧唱歌 越来越离谱 谁呀 一直要给我连线 谁呀 我告诉你 我连线了 你别 你给我说话啊 我连了 说你点错了 你这傻玩意 你连线了 你不说话 随便 随便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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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 随便便 哟 淹 土都给他吓着了 关我 那倒不是因为这个 关我什么事啊 关我什么事 关我什么事 咱们关我什么事 咱们其实直播 就是聊聊天嘛 不用害怕我 直播二看的都想出对象了 出对象这个事啊 不是你想就能想 咱们就是说 你们要知道出对象的一个本质 我给大家分析一下 为什么人会想出对象 为什么就是我们都想出对象 谁能告诉我 抛出性的问题 我觉得性的问题 其实在这个如今的社会 也可以去解决 为什么想出对象 我给大家说一个 大多数人的一个 一个出对象的一个缘由 就是你生活当中 其实也会有朋友陪你玩 但是呢 你生活当中朋友 大家都都有自己的事 或者说都会出对象 所以呢 就不能总陪你 那你就需要有一个 就是超过朋友的一个关系 然后能住在一起 能够更亲密的一个关系 那就是对象了 对象能 比朋友要更有时间的去陪伴你 所以这就是对象的意义 但是如果说你平时是有朋友的话 或者说你也不在乎 就是是对象的方式去发生 那个关系的情况下 其实你就没必要出对象 你像我 我现在我说时代的我 我就会觉得说我没必要出对象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一直都是孤独的 我都其实都习惯了 然后我自己自己解决也挺好的 我这个我这个手速啊 包括咱们的这个一个力度啊 我自己我会知道我自己需要什么 可能跟别人在一起 可能还不如我自己 所以就是我会觉得 暂时我就不想不想谈恋爱了 对我就不想谈恋爱了 所以 我会觉得说现在就这样了 我就不着急 我不着急 等我想谈恋爱了 我觉得我身边也会有 有合适的人 那我就再谈恋爱就好 会用什么 用什么工具吗 用什么工具 我会用那个 我会用那个就是 我会用那个黑玉段序膏 因为我平时玩的比较重口 然后都把自己玩骨折了 然后我就涂点黑玉段序膏 然后就是恢复了 咱们就是说离不离谱 你用什么工具啊 我是一啊 我是一啊 我用什么工具啊 你很奇怪啊 你很奇怪啊 你 我一个一我用什么工具啊 杯子什么的 我不用杯子 我不喜欢神经病 我没有那个 就是我觉得一般衣 都不用工具的啊 没见 没见到我 可能就是平时 我也不能总在酒吧里边 在神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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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神转 现在真的没有谈恋爱的一个欲望 就是我可能会觉得说 因为我 其实蛮大蛮三 为什么我没有这个谈恋爱的一个欲望呢 因为你看我上一段感情是 1月30 27号分的 这才两个月 咱们空窗期两个月其实不 不长 咱们就再空窗一段时间 要不然显得我这个人多烂情啊 对不对 咱们就是先 就是消停一段时间 对不对 咱们消停一段时间 是不是 不是有个人对我很好 是对我很好 当然他没想谈恋爱啊 对吧 就是我跟他的关系吧 就是 就属于 我跟他关系属于网友 就是我那天 我跟我身边的一个朋友 我去聊 我说 我说我跟他的关系是这样的 他说 哎 你们怎么就退回到20年前的那个 gay圈的样子呢 就是20年前 gay圈的样子 就在网络世界上 你对我好 我对你好 然后就是 大家都持续的在那个 就是用文字去关心彼此 然后就是 嗯 实际的对彼此好 但是其实 就没有想过 没有想过就是 再深入的去接触 我 相反我们不想再深入的去接触 恰好是 呃 因为就是怕接触深了 反而这段感情会 出现问题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 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啊 就是你 对于你们来讲的话 你们可能会觉得说 那两个人互相喜欢 就见面 然后就就在一起呗 其实是因为 就是 我为什么不往前走一步 因为我 我其实 你看两个月前的感情是失败的 包括这么多年 这么多年 你看我失败了将近一百多个了 对 你看 就近圈十几年了 我 我失败了一百多多个 我害怕了 哈哈哈 真的我害怕了 哎 你们不懂 哎 前天晚上还说五十多个 现在一百多个 我是把那个就是把那个就是把那个就是所有能跟我挂上边的都都都说了啊 我就说失败的不是说咱们交往过的啊 交往过的可能我我其实真的我就是官方官方的一个一个数据其实就是可能现在只能剩三个了 因为我觉得第四人不太算 其实啊 其实我我那天我就想一个问题 其实我这么算下来我一个前任都没有 你看第一任那就不懂 然后在一起就是没呃 没两个月就分了 然后后来就是无情无尽的拉扯 第二任是那个龙二的前 龙二的那个就是前身 龙二的那个就是原型 然后我又是那个知三当三 梦美图 那其实也不算前任 第三任呢 是呃 两三也是两三个月 虽然我很喜欢 但是也是两三个月 也不算 第四任呢 虽然说在一起稍微时间长一点 但是没事 是没有那种感觉 然后 然后也是异地恋 所以你说这这能算吗 这能算吗 我觉得 这这这这能算吗 我觉得这不算吧 我就觉得我现在一个 算是我的前任的都没有 嗯 初恋都在吧 初恋什么我觉得都不算 那不算前任啊 那算是一个经历 哈哈哈哈 对吧 我有我有初恋了 哈哈哈哈 神经病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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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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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会觉得说 这不算 我这 我就是在我心目当中 就是 我觉得前任 至少点是互相喜欢 然后在一起半年以上 然后就是 一起生活 一起经历的 我觉得这是前任 其他的 我觉得都不算 嗯 算了 我也不懂感情 大家都知道 我这个人不善言辞 然后也不懂感情 是什么 所以就是 我觉得就是 我就是一个小白 嗯 没有超过半年的 异地恋 有超过半年的 你说异地恋超过半年的 那 那算 前任吗 给我一个龙二 我一定会不离不弃 咱们咱们咱们就说 如果说给你一个龙二 你会不离不弃 你考虑过他的感受吗 啊 你为什么不离不弃的折磨他 你为什么剥夺他的自由 咱们咱们尬 没有长久的 真的没有长久的 我真的说实在 我真的没有 所以我就 我其实也奉献各位 各位就是小朋友 你们就是有 有觉得说我这个人还不错的 千万别勾引我 千万别勾引我 勾引我的话 你就有可能是我经历的之一 经历之一 我是不适合谈恋爱的 我告诉你 我不适合谈恋爱 我这个人不适合谈恋爱 你不要就是 你不要自寻苦吃 自找麻烦 你不要想跟我在一起 我这个人就是 非常的long 还有这个spec 这也要烦 超勇的 对啊 超勇的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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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like it's like a train a train yeah it's like it's like a train yeah 太浪了什么傻味了 来看我好呀拜拜 不离不弃 我就挺希望大家喜欢我是就是能区分开就是距离和现实中的我我希望大家喜欢现实当中我因为距离的我其实不是我啊距离的我不是我现实中的我是我我其实我跟男朋友在一起的话我也是如果说你年纪小的话我是非常没正型的那种就是我会我会逗你笑啊如果你是年纪大的人吧 我可能就是说我会我会扮演个职扎 你吃什么就是我可能就是现实当中就是会比较的比较的会区分开对 就是嗯就跟距离不一样的跟距离不一样 的图哥哥啊我不是图哥哥我现实当中其实我不会让大家觉得我是哥哥我是爸嘛对我是那个daddy啊我是我是你的小daddy啊 距离太腼腆了对距离的不是我啊因为我我其实我现实当中就是因为我为什么就是距离不能去演我自己呢 因为我觉得就是距离的我的如果说我要演一个这样的嘴碎子嘴碎的我的话我的台词太多了我不想演台词多的角色我喜欢演那种故作深情的就人家一大段的台词 我就这样 好走 你让我在这块一大段长词不行我不演了就是我不演了就是对不对 有一种恍然他明白的感觉就是这种对 对你让我背台词我没时间我没时间 而且我不能即兴我即兴的话我的对手就蒙了 对 我我在剧里不能即兴因为对手戏太多了所以就是我要即兴的话 我的比如说龙二就会蒙了 就是就是他们就是反应不过来 但是我跟第一部剧里的那个原成我俩全是即兴 对因为就是他懂我的点我懂他的点我俩就啪啪啪一的说 就是那个跟我回家就是只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剧本但是我们基本上不按那个演 所以芝麻全是联场发挥咱们就说这位朋友你连听话你都听不懂 哎 这位朋友你的字我看不懂 我说的话你也听不懂咱们就是说咱们在这块说什么你也听不懂 咱们就是说咱们不说了咱们不说了好吗 哎 你听不懂我就不说了我也不解释了好吗 好吗 家人们好吗 原成和小娟嘴配了啊 还行吧 嗯 原成和小娟就是虐恋嘛 嗯 呃 也就是芝麻算是属于 呃 郭明磊的 周明磊 周明磊的 个人的一个 情感经历嘛 对芝麻 芝麻算是个人的情感经历嘛 对吧 他其实没有那么 就是跟很多人的情感经历 他没有那么虐啊 但是你就说小娟和那个原成 他俩其实就是虐恋 嗯 对 虐恋 而且芝麻二我觉得 我芝麻二就是 呃 纯粹是宠宠粉剧嘛 对吧 芝麻二我觉得你们能 你们其实 就是有的人说芝麻二的那个 剧情啊 就是太 呃 太意外了 因为你们看我其他的剧 你们都会觉得非常虐 为什么芝麻二就是 跟跟以往的剧不一样 所以你们会觉得很意外 就是因为这个 因为芝麻二其实就是 完全宠宠宠宠宠宠剧 对啊 不真实 是的 嗯 所以他不真实 但是就是芝麻二也是为了 我觉得芝麻二一是为了宠粉 二是为了宠龙二吧 因为我觉得就是龙二有很多的可能性嘛 因为芝麻一的时候 龙二的演技被严重 就是低估了 所以我芝麻二我就单独的拍一个剧 想让龙二就是展现出他的演技的高超的一面 因为芝麻一和芝麻二的龙二完全是两个状态 所以我让大家看看 就是我我挑的演员 我觉得好的演员 他其实真的是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他什么 就是他是不同的风格的人 风格的就是不同的类型的角色 他都能诠释得了 对吧 没有芝麻三 龙二可能未来可能会出现的其他剧里吧 但是我不想拍芝麻三了 我想拍一个新的一个单元 想去想去做一个新的单元 不想做芝麻了 芝麻芝麻二的剧本 其实就是没有想做第三部 第三部就是很无聊了 就很多东西 你要是往上做的话 就相当于想做爱情 就是你越做 其实越无聊了 还是得有新故事 下次做个开门 然后出个电影 是什么开门 我不是老 我不是老明啊 我我真不是老明 我真不是老明 你这个人真的很无聊 你这个人就说话 就是咱们 咱们就是说 你这个人说话非常的冷 我就觉得外边的空 这个那个那个温度又降了几度 真的你非常的冷 你平时也是这么 就是讲冷笑话的嘛 你真的非常的冷 哎呀妈 我就觉得温度骤降了 我要穿一个尼龙大衣了 我要 有别冷的啊 是不是 非常的冷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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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拍个新的系列 一样 就你们 你们真的 我就 我就了解咱们观众啊 我就了解咱们观众 因为 我我拍了 就相当于两个单元了 一个是芝 灯火 灯火家 一个是芝麻 那拍芝麻的时候啊 底下的弹幕就说谁也比不了原成啊 谁也就是 我只爱原成 我觉得就是跟百里科夫大戏的只能是龚大虎 就是爱到龚大虎都不行 结果呢芝麻出来以后 爱死 爱死店长了 呃 我就觉得店长怎么这么好看 怎么 然后就开始了 就芝麻二出来说 龙二怎么这么可爱 你们就是 你们就是什么呀 你们就是 见一个爱一个 爱一个 见一个 见一个爱一个 你们就是没有原则 你们是没有原则的观众 我告诉你们 你们别的 给我装了 装什么呀 装什么东西啊 什么东西啊 你装什么 少来这套啊 干 别给我来这套 咳 咳 咳 谁不喜欢暖男呢 你可以不带帽 你可以不独管闲事吗 你可以不独管闲事吗 干 还是跟我回家经典 跟我拍新剧 你们又会说芝麻好经典 太了解你们了 只是因为 因为我觉得我 我 我选演员的角度 我觉得也是 我成功的秘诀吧 对 就是 我选演员 我觉得我会选到 呃 就是 要实力有实力 要研制有研制的人 呃 光靠这两点还不够 还得有那个观众缘 所以 所以就是 我一定会选出一个你们更爱的主演 的 是这样的 你可以把嘴闭上 你可以不带的门 你可以把嘴闭上 我就是如愿 我其实是大配角啊 我其实是大配角 因为我 我演不了暖男 我说 我演不了暖男 为什么呀 因为我这个个性 我就 我就做做不了 暖男都是什么呀 暖男都是那种什么呀 就是 哎 你要不要喝点水啊 让发现你嘴闭都干了 你嘴闭干的话 就会起皮 你起皮的话 我就想给你咬下来 我一咬 你的嘴皮都没了 所以 你能不能喝点水啊 我看你这就是暖男 你像我要演 我说 你傻呀 你不是要喝水啊 啊 你看你的嘴皮都啥样了 好像我虐待你 你现在赶紧我喝喝 快点喝 不喝是不是啊 大嘴巴抽死你 不喝 反正我是这种 对 是 就是 我喜欢演那种 我就不喜欢演那种 就是在那块做做的那种 对啊 就是 完全做做不了 我现在当中 我也不是那种暖男 我要演暖男的话 我非常做做 我就觉得 非常做做 就比如说 就比如说 我特别喜欢一个人 我都不会看着对方 就是比如说 我跟一个 我跟一个 就是我喜欢的人 我要当暖男的话 我肯定就是 我俩肯定不会坐对面 我会悄无声息的 就是假装 偶遇一样 我坐在他旁边 比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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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 这是我男朋友 这是我男朋友 啊 这个区域 是我男朋友 我给大家演一下 就是我 我生活当中 做做的样子 来很久了 没有 我也刚到 是吧 吃点什么呀 羊肉炒大葱吧 好 给我来一份 羊肉炒大葱 不要羊肉 只要葱 谢谢 快吃 点了你最爱吃的大葱 就我会觉得 我就是这种 就很做做 对 我真的是受不了 受不了 受不了 对 我不行 我生活当中 绝对不是暖男 我觉得我生活当中 就是那种 生活当中 完全是那种 就是比较粗心的人 嗯 就我对别人的关心 我觉得也很做做 所以我 想不想做那样的人 嗯 就我不喜欢做暖男 看巴拉拉小摩西安吗 我 没看过 但我知道 我知道这个剧 嗯 在哪可以看 那个芝麻 在 在 在那个 啊 在那个银行 在那个 在那个厨房 嗯 不要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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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 哎 哎 嗯 哎 在眼熟一下吧 等下准备注销了 有机会定给你讲些东西 什么呀 我真不是老名 我真不是老名 我真的就觉得你说话我听不懂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你这个人就说话比较无聊 然后呢也不好笑 什么都会要注销了 就是喜欢把一些人藏心里 什么东西啊 什么东西啊 你不要 不要 你不要过来 你不要说了 你不要说了 你不要说 我求你不要说 我不要说 一定是这样 我不是有那个亨利的 我有那个亨利的那个朋友圈吗 我有他微信 然后亨利就发了一个朋友圈 说那个有一个 有一个他的微信好友 给他打电话 说要退圈了 然后要把他删除了 然后我就在评论区底下 我就说 没活明白 他为什么要退圈呢 因为他就是结婚了嘛 结婚了以后他就要退圈 然后跟亨利说 要把他那个删除了 然后那个就就就就 给他打个电话 没必要 我就没必要 没必要 没必要 就是 我是你的大马的粉丝 我是你大马的粉丝 什么呀 什么 我我才要命名 What do you say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可能是仪式感 马来西亚的粉丝 马来西亚的粉丝 叫大马呀 你们那边管你们 管你们国家叫大马呀 不要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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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 喂喂喂 嗯能听见我我那就是想解释一下吗 我没这没这没什么别的意思也没没别的说那么夸了 我那边就很夸张 就是 性格也是属于那种比较古怪的一点 然后不太喜欢跟别人说话 不太喜欢跟别人交朋友 然后 其实这个是那时候最开始最开始 我是在两个月前都想着准备跟你联一下了 想着聊聊天什么的 然后结果每次发弹幕发了几次都被怼了 然后就觉得可能是一些要么就是真的我话不会说话话经常说的特别难听 要么就是还年纪太小了 然后有点代沟 就 谁的年纪小 我的年纪小 还是你的年纪 我肯定我呀 你听不出我声音吗 要肯定你呀 你干嘛说这种话呀 因为 因为我之前 什么肯定你呀 什么肯定 我为什么要肯定你 明明是我年纪也小啊 我干嘛要肯定你啊 你这话的意思就是说肯定是我年纪大 什么意思啊 你什么意思啊 我意思是我年纪太小了 你年纪很好 这可以吧 嗯 是个人话 哈哈哈哈 你喜欢说 然后 那个时候就 在学校嘛 在学校就天天想着想 跟你联麦 然后不过肯定就是只是想跟你聊聊天什么之类的 然后结果就一发弹幕就挨堆 一发弹幕就挨堆 那我就想问一下 你刚才为什么说芝麻开门 那个冷笑话 那时候就也不知道就敢 那时候就差不多也想着就开个玩笑嘛 就活跃活跃气氛 啊 好好笑啊 好好笑啊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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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这样 这样有点那个什么的了 然后你今天多大了 17了 17 17还在上学吧 对 然后我们这边是因为疫情的原因放假了 疫情的原因放假了 你现在是在上高中是不是 对 那你为什么不现在高三了是不是 高二高二 高二为什么不好好学习啊 所以说 所以说准备了把抖音号注销了 以后 你现在赶紧注销啊 你现在注销吧 然后那个以后就不要再那个来看我了 我觉得咱们就是认识一场 我就祝你签诚思锦 然后就是如果说有朝一日你学成归来 你 你刷点礼物 如果说你学成不归来的话 咱们就是说什么呀 咱们就是说你好自为之 好吗 刚才就是把自己的东西 把这号上的东西都刷了 然后 你不要给我刷 你17岁你不要给我刷 你现在你不要给我刷 这是我自己打工的 是你自己打工的 但是未成年人你不要刷礼物 咱们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口号喊出来 未成年人不刷礼物 好吗 咱们就是平台把这个钱会退给你的 好吗 好的 以后咱们好好学 好好学 不要再讲冷笑话了 因为咱们现在就是 真的就是心情不是特别好 再讲冷笑话的话 当然 可能未来两年全球变暖 你还是继续讲冷笑话 可能可以 对不对 好了 就这样吧 拜拜 好的 好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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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 以后好好学习 好吗 不要像百里图服一样 只有美貌 不行的 这个不行的 在这个社会上 只有美貌是不行的 好吗 我也想好好学习 拜拜 拜拜 可是你太帅了 拜拜 拜拜 十七岁就敢刷礼物 这个真不行 咱们不建议就是未成年人刷礼物 好吗 未成年人咱们不要刷礼物 对都会退回去 未成年人都会退回去 所以我 这呢 就是有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不说你们礼物 其实是正常的 因为我的支部间里就是 未成年人其实还挺多的 所以我也不爱开黄枪 我说的这个黄枪 其实有的人能听懂 有的人听不懂 所以我尽量不去说 因为年轻人 他把持不住 他可能听到我这个 开黄枪 然后他就是 在荧幕前 在这个手机前 他就搞一些小动作 他可能就伤身体 这个我不愿意开这些玩枪 因为真的是你们把持不住 真的把持不住 不要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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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 初一都有 对啊 初一都有 就是我在 我说是在我在上学的时候 我们都没有手机的 有手机就是那种 就是偷着拿家里的手机 然后拿学校一天 这还容易被老师发现 所以我们都是 不可以带手机的 然后你看我 渡入社会的时候 芝麻那个 芝麻1的那个剧情 其实很多都是 就是完全没有改变的嘛 我其实 18年 19年 我才有那个 才有一个 就是真正的 算是彩屏手机 所以也就是挺 挺羡慕你们这一代的 就上学可以带手机啊 怎么样 我们那个时候就带个MP3 都被老师踹碎了 老师觉得那个 带MP3是不对的 我这年代哪有手机 对没有手机啊 有手机 我 什么叫我这个年 我这个年就上学 没有手机 我是在那个民国初期吗 你讲话很奇怪啊 你这个人什么 安的什么心呢 你 你真的是 你真的是你坏呀 你 我那个年代 凭什么没有手机呢 我 我们那个年代 就是三星和诺基亚 三星诺基亚 对 小林通 摩托罗拉 对 摩托罗拉 不要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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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星 这种事 这都是我们那一年代 金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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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堂悦色 我想 sorry 不好意思 今天这个没开嗓 要不然我只能给大家 唱一首青藏光源 对 我那个时候 我那个时候看电视的时候 我就看的那个就是什么 亲爱的你慢慢飞 就是那个彩玲啊 我就以为那个彩玲啊 就是那个来电电话的那个彩玲 我就以为他 你发了那个包月的那个 然后你来电 来电的那个电话 是那个彩玲 结果我就真的包月了 结果来电电话 还是那个 就是原有的那个彩 就是那个那个铃声 后来我知道 后来我才知道彩玲 是对方能听见 我自己听不见的 好生气 我真的好生气 我以为就是 对吧 我以为彩玲是那个 就是我自己能听见的 成瘾了 咱们就是成瘾了 成瘾了 对 让对方听见 你说我花这个钱干什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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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喜欢童年时光 还是不如社会的感觉 我喜欢不如社会的感觉 我喜欢不如社会的感觉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年轻 我觉得你们年轻人 现在也有这种感觉 特别是你们十七八十八九 未成年的这种小孩 我觉得你们也有这种感觉 就是你们更希望 自己做主的时候 就别管自己挣多少钱 但是自己想搬出去住 想去经历 然后享受自己发工资 然后自己养活自己的感觉 我觉得你们是 我觉得你们是有这种感觉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反正我上学的时候 我就一直都向往的时候 我自己工作 我就特别 特别就是想远离家里 想远离学校 我到现在我都没后悔 我说实在的 对 我说实在我到现在 我都没后悔 哪怕就是我没读多少书 然后我自己生活了 我都不后悔 因为我是属于早熟那一批 所以我就忍受不了 就是我的生活被杀必须 美好的学校 然后美好的老师耽误时间 我就是会 我会喜欢自己 自己做主 我会喜欢自己做主 任何时候我都喜欢自己做主 包括在感情里边 就是有的人说说 白语头 你肯定有人 就是你听说你为了钱 跟谁谁谁在一起了 怎么样 怎么可能 我这个性格 我怎么可能啊 就是我要是 我要是能坚持先来 就是听别人的话的话 那我就上学去了 我就是 我就是不行 就是我永远是不行的 我就是我 我更习惯自己做主 我觉得自己做主 才会有安全感 嗯 对 就是完全是会 因为我就是早熟那批 我觉得 就是我在我的世界观里 就是我 我一直都觉得啊 就是我十几岁的时候 我就知道一点 就是老师啊 会用他的一些管理方式 去管理班机 但是他说的话 不一定是对的 包括 那个时候 我也有一种意识 就是家长 虽然说会为你好 也是会站在你的角度 去考虑问题 但是家长 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家长 就是一些眼光 也只代表 他那个年代的眼光 所以我一直都知道 嗯 我不相信任何人 我也不 绝对听任何人的 我觉得 事情都是一半对 一半错 没有那么绝对 所以 任何时候 我都习惯 我自己做主 因为只有我自己才会 真正的讨好我自己 我才知道我自己想要什么 你们能明白吗 就是 父母肯定是会对你好的 但是 其实父母真的 眼光就是过去的眼光 你们可以 就是我现在不去 不会去 劝你们这帮小孩 要有自己的主观意识啊 但是我一定要让你们知道 就是说 现在你们如果说真的面临大学 选专业的这个事情 一定要遵从自己内心 你们喜欢什么 你们再去选什么 不要因为他的前景好 你就去选一个专业 这个前景好 这个事情 真的说不准的 因为你看现在 全世界也好 包括咱们地球也好 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你所谓的有前途 你父母所谓的有前途的专业 那可能到你们那一带 夸插一下了 没有前途了 你现在就是 所谓的这个社会地球 就是出其不意的 在运转着 你能知道什么是 持续的 有序的 就是走下去的东西吗 没有 所以你一定要去选择 你自己喜欢的东西 对 一定要去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 因为 你要是选择喜欢的东西 就哪怕他没有什么前途 你也不后悔 但是有些东西是 你不知道他有没有前途 然后你还会后悔 就真的是这样 父母真的会为你好 就说什么 你去银行吧 你去怎么样的 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 但是这个去银行 是不是适合你的这个心理啊 你这个人可能就是 偷金摸狗 你挪用公款 你在银行这种 在这种银行这种单位 你不适合你自己 你容易把自己栽进去 对不对 咱们就是说 咱们就是说什么呀 你得了解自己 嗯 你不要做财务 对不对 你不要做财务 你去搬点铁 对不对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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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 就是弃点钻 是不是 咱们就是说什么 就适合自己 嗯 适合自己 千万别 就 就 听父母 那父母 他们如果 你 我孩子那句话 你要真信长辈的话 你有那些努力的长辈 或者说有那些优秀的长辈 你可以听一听 但如果说是你那些 啥也不是的亲戚 或者说 嗯 基于下一代的父母的话 你们 大可不必太认真地去听他们说什么 他们要真的牛逼的话 他们真的有有这种 那个就什么什么远见 他们不会把自己这一辈过得这么不好 相反的 如果说你上一辈的人 他真的很优秀的话 他自己过得很优秀的话 那你去听他的建议的话 因为优秀的人 基本上他整个的一个生 就是生命里边 他其实都是优秀的 他只是持续的优秀 但如果说一开始不行的人 他去寄予下一代 他真的是不行 嗯 我说句 说句良心话 就是 那他这么牛逼 他这么有远见 他为什么没把自己过好啊 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任何 任何时候各行各业啊 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 一定要去喜欢自己喜欢的东西 就比如说 就是你知道老一辈啊 都会觉得学美术没用 都会觉得学美术没用 但是咱们 咱们就是现今的社会 你说哪个用不到美术 你们就 你们就仔细去分析自己 我这句话 就是现今的社会的各行各业 哪个用不到美术 嗯 哪个用不到 各行各业都能用到 你就仔细去听 听我说这句话 你比如说 你做个那个什么 那个装修的行业 是不是得用到美术 嗯 你是不是得用到美术 你装修你对色彩啊 包括你做 你做那个就是什么 那个那个园林艺术 你是不是得用到美术 对不对 你比如说 你想找个对象 你是不是得用到美术 你绿色调的 惨白 然后你的那个就是 那个就是 那个图片不对称 他是不是不高级 是不是 都是会用到美术的 所以说美术真的是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行业 嗯 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行业 就是大家如果对美术感兴趣的话 学一学 真的挺好的 真的挺好的 就是美术这个行业 真的挺好的 啊 就是你 你不做就相关的东西 但是你的审美 你的品位也会提高上去 啊 真的会提高上去 就是学美术的人 对颜色比较敏感 嗯 对搭配比较敏感 对不对 那你 你的生活品位上去了 自然会有人 就是能看到你这个品位 所以就是愿意去接近你 如果说你埋了八胎的 你照片 你就是那个模糊 然后就是家里乱七八糟的装修 就是跟那个就出租房似的 还花了四五十万 那你说谁愿意接近你 是不是这么个意思 对 有的人说看天赋 就是如果说你 你真的认天赋这个事情 那我劝你就是别找自己的天赋了 因为你找不到 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天赋 我还是那句话 就是你对什么喜欢 你就去做什么事 不说不说自己什么天赋不天赋的 那我还一直都觉得我 我没有天赋 我的天赋是做灵的 但是我也做不了灵 对不对 我的天赋是做灵 我会撒娇 我会卖萌 我会做饭 老公给炒菜 我会 但是我能做灵吗 我做不了灵 咱们就是说什么 就是 这你真的不是天赋就怎么样 你是看你喜欢什么 对不对 你喜欢什么 你喜欢什么 你就去做什么 你挑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 是不是 你喜欢的东西太多了 那你就挑一个吧 而且你知道就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 他其实 今年应该快45至50岁了 然后他是一个公司的一个老总 然后他就近期 他就说想 跟我说 他说他想考MBA 我说那你 你为什么想考MBA呀 因为 因为 因为对于我们来讲的话 就是做很多事情 你必须要有个理由嘛 考MBA 你考MBA 你为什么要考MBA 你为什么想考MBA 如果说你是个年轻人的话 你考MBA 你可以往下走下去 你可以到其他地方去认职 然后你有更好的出路 但是你看你四五十岁了 然后你又是一个公司的老总 你考MBA干嘛呀 一是你补自己的一个空缺 他会觉得说 我觉得考MBA挺有意思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说 他想 就是 消磨一下时间 但是你知道 他依然在做 你说他四五十岁 他有必要考MBA吗 他这个身份 他有必要考MBA吗 他没必要 但是他喜欢 他就去做 所以就是各行各业 就是 无论说你年纪多大 你只要喜欢一个东西 你都可以去做的 你都可以去做的 包括我 你看我 现在表面上不正业 咱们快就是做 什么歌啊 做影视的东西 因为我喜欢 就是我喜欢 我喜欢做什么 我喜欢做一夜 我喜欢当当别人爸爸 我喜欢一回家 我喜欢一回家 就有人用嘴把我的拖鞋 叼来 就我喜欢这种感觉 我喜欢 嗯 是不是 咱们就是喜欢什么 就做什么 嗯 真的是这样 就是没有什么 就是有梦想 谁都了不起嘛 你看 你看 现在是一了吗 我也不确定我是什么 我不确定我是什么 嗯 就是我 我 我 我还先做个人吧 就是我先做个人 就我觉得 我觉得在你们心目当中啊 我拜里头佛是一个海王 嗯 我觉得在你们心中 我是个海王 嗯 你们觉得 这不是人的东西 又在欺骗小粉丝了 很少有人做到人身自由 因为要先财 财务自由 就我 就是你这位朋友 你说什么财务 财务自由的话 那我没办法说了 因为我觉得你财务都不自由的话 你还想 你还想就是说 想其他的东西呢 我觉得这是彻途的 但是呢 你就是 我觉得这是先有鸡和先有蛋的一个问题 啊 这个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你不做自己喜欢的东西 你可能一辈子你财务都不会自由 那如果说你财务自由了的话 那你喜欢的东西可能会更多了 或者说你 你你更希望更希望就是财务自由 你可能就是永远沉浸在这个财务自由里面 对不对 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你你 我我就很 我就很好奇 你们是先喜欢别人 还是先跟别人 就是先 就是不是 你们是先跟别人生活 再确定关系 还是先确定关系 再跟别人生活呢 来 我想问一下 你们觉得就是谈恋爱是先 先喜欢 交往 再确定关系 还是先 先那个确定关系 然后再 再交往呢 你能告诉我 你们 你们觉得是怎么样呢 嗯 对不对 先喜欢 先确定关系 再 再住在一起 嗯 我 不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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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的简单一点 孩子们 我问的简单一点 就是你们谈恋爱的时候 你们想跟别人通知 你们是先通知 就是 就是 不是 咱们都不说这个 你们就是 跟别人 你喜欢一个人 是先跟他发生关系 还是先发生关系 以后再去喜欢别人呢 就是 你们先发生关系 还是后发生关系的问题 我就想问这一点 就是你们 是先确定 确定关系 再发生关系 还是先 发生关系 再确定 确定这个 对不对 先喜欢 再发生关系 后发生关系 那我很好奇 那我很好奇 我就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嗯 我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好吗 如果说你喜欢的一个人 你非常喜欢他 后来你发现他得了爱滋 你还会喜欢他吗 如果说 你们喜欢的人 你发现他得爱滋了 你还会喜欢他吗 你还会跟他发生关系吗 还是会啊 还是会啊 会的朋友 我就希望你们就保护好自己 哦 你是还是会喜欢 就是 有爱滋的朋友 我觉得你要保护好自己 我不 我这个人吧 不是说 觉得得爱滋 就怎么怎么样 但是呢 就是 呃 既然有人得了爱滋 咱们就是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你可以跟就是 携带者去谈恋爱 但是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因为 嗯 爱情不代表一切哦 因为你还有家人 还有你 还有社会关系 对不对 就是 还是要爱自己 啊 而且就是 我也不希望大家 对这个爱滋的 呃 朋友太过于关心了 因为 我说这非常现实的话 就是 他们也不需要别人关心 就是你关心的越多的话 其实 也会让他有负担感 是不是 啊 我想告诉大家一点 就是 我会先了解 先了解再去 谈恋爱 你们能懂我的点吗 就是 我不会先去喜欢 就是我 一切我都先以了解为目的 就是 呃 我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有一个特别牛逼的老总 啊 我生活当中有一个 就是 呃 特别牛逼的老总 他就一直挺喜欢我的 然后 我那段时间跟小杨分手了 跟那个就是 你们的 就是我接触一个多月的 那个嫂子分手了 然后 我就说那你还想不想 跟我在一起了 要想在一起咱俩就在一起吧 他说 他说那 咱俩得先 先恋爱 再在一起啊 我说那你 那你不 你不接触 怎么 怎么确定 是在一起啊 我说你 现在你就来深圳找我 或者说怎么样 咱俩就约个会 交往一下 然后再确定在不在一起 他说那得先确定 在不在一起 再去约会 再去发生关系 我就非常多明白他的点 现在的人哪会因为先有感情 然后就是确定了以后 再去发生关系 一般都是先去发生关系也好 先去经历一些事情也好 再去确定俩人在不在一起 你们能懂我的点吗 就是 我习惯是先生活 先生活 然后去了解彼此的一个状态 然后再确定说 在不在一起 在不在一起 就是 比如说我这个人 我比较注重性 我不可能说 我不可能说 哎 你好 我喜欢你 你喜欢我吗 我不会这么 我先去跟他 就是现实当中去接触 比如说 我约他喝酒 不小心喝醉了 他来我家了 然后不小心就发生了 发生了以后 我觉得很和谐 很和谐 我觉得没问题 没问题 我再开始追他 我绝对不会先追 追到以后 然后发生关系了 他也是你 浪费我时间 你知不知道 就是 就是我不会 我不会去做这种 不了解彼此的事 然后就去先 怎么着 能明白吗 就是 我一定会去 先去跟他接触 就是这个人 适不适合 我觉得就是 你们说的那种 就是 很多人啊 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哎 我先喜欢 然后再去发生关系的 这种 就好比你们在网上 先对别人有好感 然后跟他谈了一段 网恋之后 然后再奔线 我跟你不一样 我是先奔线 奔线了以后 不用喜欢不喜欢 咱们就是正常交朋友 正常交朋友以后 然后觉得合适了 我再去说 哎 我喜欢你这件事情 你们能懂吗 你们能懂吗 就是 我是习惯 我是习惯先去了解 我先去了解 因为我不会浪费时间 不会浪费时间 就你真的 你得先去了解啊 你比如说 我 我说句非常难听的话 你们喜欢某一个主播 你们爱的不行 给人刷了 刷了一千万的礼物 结果呢 见了面以后 发现他 他这个人 他那个 鼻毛滋出来了 他这个人 指甲盖子里 全都是泥 然后发现他这个 就是随地吐痰 还我一千万 你还我一千万 你个不要脸的 你这个 你这个 你骗我钱你 就是 真的是这样 所以你们就先 喜欢一个人的 这种状态啊 啊 你们会吃亏的 你们会吃亏的 真的 就你们在 不了解彼此的状态 然后你就 哗哗一顿付出 那表面上 你们就是 你们嫌弃 就是我们这种 先去接触的人 就现实 我觉得你们是傻逼 傻逼 啊 就是真的是这样 就你先去 先去接触 先去了解 你再去付出 一见钟情 一见钟情 有什么了不起吗 就我很好奇 你们把一见钟情 就说得那么高级 一见钟情 你就不 你不就是那个视觉动物吗 你不就是贪图别人美色吗 你这是一个非常low的一个行为 你还在那里面一见钟情 你怎么会美化自己 我觉得你这就是 你就是那个视觉动物 你就是一个 你就是一个 就是贪图别人美色的人 对不对 你还在那里面美化自己 你得先去了解 我建议大家 就是现实当中 就是你别觉得 你别觉得 你别觉得相亲土 怎么样 你别觉得相亲现实 你起码你得见一只人 对不对 对不对 我真的就是 就对你们 就是我真的怕你们 就是上到受骗 就是你们真的喜欢 那些主播呀 哎呀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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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实老吓人了 对 先喜欢容易有落差 确实是这样 希望你们保护好自己 希望你们保护好自己 我是更希望 就是先去接触了解 然后再去确定关系 先接触 对 先接触 咱们就是以朋友的方式 或者说以怎么样的方式 其实这个接触吧 不一定是 就是那种 现实当中接触 就是你在网络上 接触也行 但是你不要轻而易举的 就对对方啊 就是产生那种 就是寄托感啊 然后就是期待感啊 我就千万不要这样 因为期望越大 失望越大 啊 是这样 啊 反正我是这样 我就是 我 我这人可能就喜欢谁啊 我也不会就是说 一开始特别喜欢谁 特别喜欢谁的话 那我就算是特别喜欢谁 我也得先 我也得先那个去接触 接触的过程当中 如果发现不合适的话 我及时撤出来 我不会那种 因为有好 我觉得你 就是很多的同性恋 也会有这种 就是 呃 不勇敢的那个劲 就是说 觉得不合适了 我再将就讲就 或者说我不合适了 但是我这个岁数也挺大了 然后我就是忍让他一下吧 我不是这种 嗯 发生关系 为什么要灌罪别人 那就是一个说法 孩子 现实当中 这个一抹余香啊 我告诉你 一抹余香 就是现实当中 跟别人发生关系 然后一定要灌罪别人 这个几乎不可能 如果说一个零的话 你把他灌罪了的话 你去跟他发生关系 那就等于就是爆发了 咱们就是床单啊 被罩啊 咱们这个枕头上啊 都会粘连一些 就是不好的东西 咱们屋里的空气啊 就是不流通了 不流通 哎呀 你就是这个屋 你都待不了 你待不了的情况下 你还怎么着 你退房的时候 人家还会找你赔钱 这就几乎是不可能 孩子们 你千万就想着说 灌罪别人 再跟别人发生 我告诉你 现在的脸都松 我告诉你 都会憋不住 哎 这种事 咱们就是 sorry啊 你千万别给我 做这种事情 做这种事情 就是你破财 又免灾啊 我告诉你 就是咱们就说呀 咱们就说 千万不要做这种事 千万不要这样 有的人说 那跟一在一起 然后先灌罪他 我告诉你 一个一真的喝多了的话 一个一真的喝多了的话 他绝对是起不来的 他肯定是 就是起不来的 你还想跟他发生关系 你拿一当什么呀 一 一他要是真喝多了的话 他一定是不举的 你们懂吗 你们懂吗 我告诉你 要是一个一 他还能举起来的话 那说明他在装多 哎 你咯唧咯唧他 你挠到他膝盖 他肯定会起来给你笑 他怎么会装的 哎 怎么会装的 我告诉你 就这种就是小伎俩 真的喝多的人 怎么会有意识 还能发生那种关系 哎呦 真是 我每次都是装多呀 然后第二天说 不好意思 真的喝多了 其实没有啊 其实没有啊 三四个小时的持续的输出 怎么会 怎么会喝多啊 咱们就是说 咱们真的 你不要给我装好吗 大家都是 你不要给我装 对 你别给我装 你别给我装 咱们就是说 啊 来这一趟喝多了 你喝多 你给我装什么 你装什么 对吧 你装什么 哎呦 我就不愿意拆穿你 装什么 以喝多为借口的 那都是不想负责任 我看你 对 但我确实有一次经历 我确实是喝多了 但是我是有意识的 啊 我给大家讲一下 这一段的经历啊 因为那个时候啊 还跟那个小孩 在一起的时候 然后就是有一个人吧 有一个人是我的一个顾客 然后那个顾客呢 也是我的粉丝 然后就来找我 然后就一起喝了酒 喝了酒 你知道这个人 我为什么会跟他 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呢 因为他长得特别像 我第一任 我就觉得就是转世的那种 就是当然我第一任 他可能没有死啊 但是他就是跟我第一任 就是特别特别像 因为我跟我第一任 都将近 将近八九年没见过了 所以我再看到就是一个人 长得特别像我第一任的话 我真的就是啊 就觉得挺惊讶的 然后后来就喝多了 喝多了以后 这个人他就把我带到他的酒店去了 我确实喝多了 因为我那天有意识 我虽然有意识 但是我整个人都飘了 然后我全程我还跟他说英语 因为他是台湾人 他英语非常好 但是我那个时候 我才发现我的英语 词汇量真的是 虽然说说 我说那个这个 这个说不了多少 但是我能听懂 他全程跟我标英语 然后我就跟他标班词 哎你不会跟我说整句吗 我就跟你标单词 结果就去了他酒店 去他酒店以后 直接就给我跪下了 跪下了 然后就是就 就用他的帽子 然后去 去case我的brother 然后呢 我就 我就 我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就恍惚了 因为他的那个视角 特别像欧美的那种状态 然后就是 就莫名其妙的就是 就是他就 因为他是很欧美的 那个很主动的那种 然后就 莫名其妙就发生了 发生 你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就是 非常想吐 因为真的喝多了 然后我的 我的频率又非常的fast 然后我就是 你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很fast的 然后我就很晕了 很晕我就想吐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想起来 其实那个时候 我跟那个 那个小孩在一起 然后我就 我就中途 我就 我就 我就停止了 停止 然后我就去厕所 然后我就 开始洗 洗自己的脸 然后我就走了 然后他留我 也没留住 然后我就走 走出来 然后就 迷迷糊糊的 我真的就是 那天 我出门的时候 六点多钟 早上六点多钟 因为我们喝酒 都喝到四点多钟 你想想 中间又 再折腾一会儿 就是六点多钟 然后路上全是吃 我那天真的是 迷糊到不行 然后发生了 发生了 然后我就中途 我就清醒过来了 我就赶紧走了 对 就赶紧走了 然后那个是我 对那个小孩 做的比较出格的事情 我在这里真的是 非常的抱歉 就中途我就走了 嗯 对 真的是一半 就是 因为真的很想吐 就真的 就是因为 已经喝到 就是我 就是时空扭曲 就是我走路的时候 路是那个在晃的 然后就是 你在那个过程当中 也是会晕的 然后就很想吐 然后我就去厕所吐了 然后我就赶紧洗脸 然后我就对着镜子 然后我就说 这挺不应该的 我就赶紧我就走了 然后他就问我怎么了 我说没怎么 然后我就 就就走了 怎么这么负责任 因为我那个时候 是有 就是有在接触的人 我只是真的是因为 酒精的缘故 而且这个人太像 我的那个 呃 出就是第一任了 然后再加上 他也是非常主动的 反正就是一系列的 情况之下 第二天我还特地对不起 然后我还约了 这个台湾人 吃了那么饭呢 嗯 对 是怎么跟对象在一起 我现在没对象 嗯 有重影 断片了 那天我前还没断片 因为我都想起来了 然后第二天 我还特别愧疚 我就赶紧赶紧说 请他吃个饭 然后也没 没吃饭 然后就吃了一个肠粉 然后后来这个人 还总来酒吧 然后我都不好意思见 不喝醉 控制不住 我那天喝了三 两瓶还是三瓶红酒 我的吗 能脸吗 你想说什么呀 十九岁的我 瑟瑟发抖 你再给我装 还小 小乐 小乐 你装什么呀 你装什么东西呀 你装什么 你装无辜啊 你是白莲花吗 你是那个白莲花吗 四十岁的大叔 喜欢你这种人间清醒 犀利又可爱 谢谢 谢谢 我从来不喝醉 能控制住自己 我几乎 我也能控制住自己 但是呢 那天就是 那天是 我这样说挺渣的 但是因为我是能控制住自己的 那天是 那个台湾的那个人 就比较主动 然后就拉着我 去了酒店 嗯 然后一进屋 哐嚓一下子 就上嘴了 然后就是 喝多了 然后才往这方面 就是发展的 要不然以我的酒量 我是不会这样的 我也没有过这种经历 我说实在的 啊 对 我是没有这种经历的 所以就是 呃 对 其实挺 我这么说 其实挺渣的 但是确实是这种情况下 发生了这种事 啊 你抢吻了 我没有 抢吻到不至于 上嘴了 上嘴了 这样不好是不好 在这里就是 我觉得大家不要学习我 就真的不要这样 还是要 还是要注意一下 对吧 嗯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被吓懵了 我 我哪会吓懵 我见多食果啊 我 我遇到这种事 我就觉得 哎 好辛苦 这个 哎 这个是我 仿佛 仿佛置身在推特里边 这个是欧美的 这个我想想 他是凯文 还是斯利 呃 斯利文 哎呦 哎呦 哦 就是 我水这种的 我真的 我喝多了呀 我喝多了呀 我这真的是 哎 我来这套 没洗呀 大哥你喝多了 你还能洗啊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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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哪里来的 你喝多了 你还能给我洗啊 你喝多了 以后你给我洗一下 试一试 啊 人漫可以 可以啊 可以啊 但你要是讲的不好看 你要是讲的不好笑的话 或者说没意义的话 我就骂死你 来 你可以给我连线 我现在连你 你要是给我讲的这个无聊的事 我骂死你 好吗 你要给我连线 喂 图图你好 想说点什么 就是我听你们聊得挺嗨的 我感觉跟我的情况差不多 你想说点什么 你说吧 我是 我是 把别人灌醉了 然后我是零 我把别人灌醉了 我把别人带到家里面了 然后我爸给撞见了 就挺尴尬的 你爸看见什么了 看见我把那个男的扒光了 然后一顿那个 呃 输出 然后你爸报警了吗 然后 没有 我爸他挺理解的 然后他同意了 爸挺理解的 已经说我 约等约等于我出柜了 就是我父母现在支持我 搞同情恋了 支持你搞同情恋 你不支持你道德败坏吧 你 你这属于就是 你这属于干嘛呀 你干嘛呀你 你这个真的是不遞当 你知不知道那一 以后会有心理阴影 你是人吗 你是人吗 你你搞这种事情 啊 你有没有考虑过他以后 怎么怎么面对这个 喝酒这个事情 是他约了我呀 不是我约了他 是他 他约了你 然后你爸看见 你爸居然理解 就是你疯狂输出这件事情 那我们想象一个画面 就是他爸推门进去了 然后因为这个衣 他是喝多的 这个衣肯定是平躺的 他坐在上面 他只是看 他只是怎么了 我记得 我记得当时 当时就是 他约我喝酒 然后还有 还有两个男的 我们四个一起喝酒 那两个喝完之后 然后他们就回家了 对那两个不是不是同情恋 我们都不知道对方到底是不是 只是朋友关系 然后我们四个出去喝酒 那两个也喝多了 他们两个先走了 我跟他在后面还在喝 然后他喝多了 我本来想送他回家的 然后我不知道他家在哪 我就把他带回家了 那你就让他好好睡一觉 回家以后我就 不是他回家以后 我感觉 因为我本来就是很喜欢他 我也跟他说过 我喜欢的是 他也没有给我 给我答复 也没有拒绝 就是那种 感觉像是默认 又好像没有认的那种 然后我就当他默认了 我就把它强行了 我就把它强行了 然后就发生了那些事 我事先是跟他表白过的 他也没有拒绝 也没有同意 就是那种沉默的 不知道怎么去面对的那种 反正当时就是我爸看见了 然后那天玩 晚上我爸就没有回来 我就家里面就我跟那个 跟我那个朋友 就我们俩 然后我爸看见了 我就把他衣服穿上 让他睡觉了 我就没管了 第二天早上 我爸跟我说 给我谈了一些 心理上的事 他说想做什么 就去做什么 然后 然后 遇到又是出柜了 那你爸挺厉害的 我感觉我爸应该也经历过那些东西 不然他怎么可能会理解 你爸 一般像那种 三四十的那种 很难理解 童心念这个东西 但是我爸居然理解了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你觉得你爸也是灵 我感觉吧 就是 我爸对男的特别友好 反正家里面关系挺复杂的 人生无常 大场包想场了 反正现在 我跟那个朋友还在联系 他现在应该 跟一个男的在谈 我本来想跟他说一下 我的心理想法的 因为我家人已经知道我的情况了 我想呢 现在不用什么 想什么家人的事了 我想把他追回来的 但是我知道他现在有对象了 我在等 等他跟他们两个分手 我在接盘 啊 我没有想去拆他们的意思 我只是在等 我有去那个联系他跟他聊天 很难的 每一个都是很奇葩的 第四个是让我爸撞进了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 然后后面两个 一个是同学 然后还有几个是我爸的朋友 有两次是因为一些我故意装罪 然后被那几个大叔弄了 不是不是不是他们 不是他们一起弄的 是分开的 是在在不同的时间内 然后被理个啥了 还有一个是 嗯 事实上上初中的时候 然后我 我跟我班同学 那会不是住宿吗 然后 我跟他是上下铺 我在下铺 他在上铺 他每天玩 每天玩 企业特别多 有一次他上完厕所 上去的时候 我就 把他裤子拽了一下 他好像立刻 领会了我的意思 然后钻到了我的被窝里面 摸我的胸 亲我的脸 然后我就跟他谈了 孩子 孩子 你知道有 有一个 有一个心 你知道有一颗心叫什么吗 叫心 你是怎么做 你是怎么做到的 就是没有羞耻心这件事情 这个不是光彩的事 你千万别就是在这块 鼻鼻鼻鼻鼻鼻鼻 没完没了 好吗 好 早休息吧 穿件衣服吧 咱们穿件衣服 好吗 好的 还有啊 可能你对性这一块吧 就是不太注重 当然要保护好自己 好吗 好 保护好自己 任何时候要安全措施要做好 好吧 好的 那就这样 拜拜 拜拜 哎呀 我就觉得 还是要培养孩子 就是有一个所谓的羞耻心吧 对吧 你不能一味的去支持孩子 对不对 18岁 你搞得太乱了 嗯 嗯 对吧 对吧 你18岁 你还是要畏惧一下 这个社会的 嗯 我就 我 我不觉得他畏惧什么 就我 我也觉得就太早了吧 嗯 太早 太早 嗯 嗯 嗯 可不要这样 咱们可不要这样 就是 你就是偷空包发生关系也行 你不要就是以这个 嗯 哎呀 不在乎这种事啊 我 我 小孩子 还是有小孩的样子 啊 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 好吗 好吗 啊 好 不想这么早出车会行的 嗯 啊 行 杀人 嗯 杀人 你好 你好 哈喽啊 嗯 想跟我聊点什么 嗯 嗯 就是 我刚刚听刚才的那一位嘛 对吧 嗯 嗯 我是觉得像我 跟别人发生关系都会 正常的都是要去做个 那种什么传染病 啊 你跟别人发生关系的时候 你会做传染病的一个检查是吗 对 那我觉得我 那你 那你的那个检查能代表什么呢 就是说 嗯 就是我先跟他相处对不对 大概是这妈有这么个 几个星期 然后去 做个检查 做个检查 就是去保他 就是你们检查了能代表什么 就是至少可以证明 就是说 大家都比较 一个安全的一个状态 安全的状态 那如果说他的那个 就是你们 这个 你们知不知道有一个常识 检查结果是 三个月 三个月之后的才会有这个效果 你能保证这三个月之内 他没有发生关系吗 啊 你们就是 但是 他现在这个 他是可以检查到七天的 就是七天就可以出结果 现在 这个是这样吗 我记得 我记得是 对 他现在已经 两个月 三个月吧 这个又是潜伏期的 是有潜伏期的呀 那 那个是之前的了 现在是可以查出来的了 现在可以查出来了 哦 对 七天的 这个是 这个是官方的 官方的一个回答 对 你去那个医院去抽血 他那个 串命八项的话 是 三百多块钱 对啊 他说那 那他是昨天的 那怎么办 所以你要跟他 多相处一会儿吧 总不能说 多相处一会儿 他这个过程当中 他就 他 他就是一个 推特大佬 然后他就是平时 就是就是会拍 那 那怎么办 那 太恐怖了 但这种人一般是能看得出来 嗯 你能看得出来啊 那你能看出来 我今天穿什么颜色的内裤吗 这肯定看不出来 就是 你跟他讲话的话 其实 看一些一些细节 其实能知道他这个一个人的一个性格 好 那你分析一下 来 你先分析一下我 我看你分析的对不对啊 来 你再了解 好吧 我觉得 没事 我觉得平时就偶尔看一下直播嘛 是啊 那你 那你就简单的分析一下我 你不用就是恭维啊 你就是你 你觉得我是什么就是什么 如果说你觉得错的话 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 就是 我 我就想告诉你一点 就是说 有的时候直觉这个东西不准 啊 你先分析一下我吧 好吗 就是 放轻松 啊 你不怕 你不怕就是说说错话得罪我之类的 你就评价一下我啊 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然后就是 对于这个感情的态度是怎么样 然后性态度是怎么样 嗯 感觉 我我我 个人是就是通过这个直播嘛 嗯 我是觉得 涂涂有的时候蛮凶的 就是 有的时候还是 很可爱的 然后其次呢 这个人做人上面 我是觉得 还是 注意的东西还蛮多的 比如 就是 嗯 嗯 会 就怎么说呢 他 可能就是 嗯 会多观察一些东西 嗯 他不像 不会说是 当然也是除了刚刚您说的那个 嗯 一些那种意外之 嗯 资料的一些事情 像正常去交往 我感觉 是那种会考虑的多一点的 嗯 还有呢 那你觉得 你觉得我是一个会 会跟粉丝发生关系的一个主播吗 这个 这个不好说 这个不好说 啊 那你觉得我发生关系的时候是那种渣男吗 是我是那种 就是私底下会 呃 约约粉丝 然后发生关系以后 然后就不想 打理对方的人吗 你觉得我是不是 嗯 感觉 感觉不像 感觉不像啊 因为 就是通过直播啊 只是通过直播 咱也没见过面 咱就是 觉得 还是 挺稳重的一个人 是吗 不像啊 嗯 嗯 嗯 然后呢 你觉得就是我谈恋爱 就是我是一个 呃 是个谈恋爱的人吗 你 你可以信任我 就是可以跟我 就是把你的 把你的身体交出来 然后跟我谈恋爱的吗 你觉得是这样的吗 这个肯定是 要相处相处 什么 之后的事 我 我是 像有一些 他们就是 嗯 我觉得 首先 我这个做检查 是一个必要的 一个东西 嗯 而且 它 其实像 爱兹这个 就是 还是属于少数的 像 像现在比较多的那种 游门螺旋杆菌 这种啊 这种 就是你在接吻的时候 就有可能被传上的 我觉得 什么感觉 游门螺旋杆菌 对 这个 他就是说什么 这是什么病 对 是有什么症状吗 会对身体呃 是不是皮都展开了 什么什么 有什么症状吗 不不不不不 有什么 这个他最严重的 嗯 他就是平常会胃疼 啊会胃疼 就比较轻的 然后会有口臭 啊会口臭啊 对 这个是比较轻的 重一点的话就是胃癌 我的妈呀 这个这么严重啊 对 他但是呢 就是说这个传染性还蛮强的 传染性蛮强的 就 对就口水 包括你们共进一起吃饭 嗯 都是容易传染上的 而且 这个比较 就是他途径比较多嘛 也是你们两个人之间在交往的时候 非常容易得的一种 就是如果他有的 当然啊 然后还有一些情侣 他们就是说免疫力比较强一点 可能就是说有一方 有一方就是相处很久也没有的 也是有这种 但是大多数的人还是会有被传上的 哦 那你 未来确实是夸张 但是 你是做什么行业的啊 你是做什么行业的 你为什么了解这么多 哦 我 我是做志愿者的 呃 什么志愿者啊 就关于这一块的一个志愿者 就平时会 艾滋的 那个就是传染的 就是医院的一些普通志愿者 啊 所以你对这方面是有了解的 对 哦 那你平时你 你跟别人接触都是会查一些 就是什么 Umanlosan肝菌这些东西的 对 其实这个最早的一个契机 还是五八 那这个应该怎么去预防呢 或者说怎么去治疗呢 哦 就是 现在大街小巷那个餐馆 不都是有那个 公块吗 那种广告 那个广告就是针对这个病 今天我们有请到了一个医院的志愿者 来 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这个Umanlosan肯定怎么去治疗 我来说 你带来